虚拟江湖 第一章 穿越时空 李云飞是20世纪的一名普通人 一次意外的穿越让他来到了91世纪 这个时代科技高度发达 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他感到自己完全脱离了熟悉的世界 对这个新时代充满了好奇和迷茫 第二章 黑洞能量的江湖虚拟游戏 李云飞被告知 91世纪最热门的娱乐方式是一款名为黑洞江湖的虚拟游戏 这款游戏利用黑洞能量创造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江湖世界 在这个虚拟江湖中 古代武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九阳神功 神照经 将龙十八掌和北明神功等传说中的武学都能在游戏中重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李云飞被迫进入了这个虚拟江湖 他惊讶地发现 游戏中的世界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真实 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第三章 出入江湖 刚进入游戏 李云飞就被卷入了一场武林纷争 他不得不学习基本的武学技能 逐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一位神秘师傅的指导下 他开始修炼九阳神功 九阳神功是一门至阳至刚的绝学 修炼成功后 不仅能够强化体魄 还能释放强大的内力 随着修炼的深入 李云飞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体质也在逐渐增强 这让他对这款游戏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第四章 武学的提升 在游戏中 李云飞结识了许多江湖朋友 他们一起探索江湖秘境 寻找传说中的武学秘籍 在一次探险中 他们发现了一本记载着神兆经的古籍 神兆经是一门能够起死回生的绝学 学会后可以迅速恢复体力和内力 大大提升了战斗力 然而 要想真正掌握神兆经 需要极高的悟性和毅力 李云飞经过不断的修炼 终于成功掌握了这门绝学 成为江湖中备受瞩目的高手 第五章 虚实之间 随着在游戏中的修为不断提升 李云飞开始怀疑这个虚拟世界的真实性 他发现 游戏中的伤痛和快乐都是真实的 甚至可以影响现实中的身体状况 他开始思考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找到解开这一切谜团的方法 在一次冒险中 李云飞和他的队友们遭遇了北明神功的修炼者 北明神功是一门能够吞噬他人内力为己用的邪功 威力无比强大 他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最终 李云飞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击败了对手 并学会了北明神功的一些招式 第六章 终极对决 随着实力的增强 李云飞终于迎来了与游戏最强BOSS的终极对决 这场战斗将决定整个江湖的命运 也是他寻找虚拟与现实真相的关键 在决战中 李云飞运用了九阳神功 神照经 将龙十八掌和北明神功等多种武学 与对手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 最终 他凭借自己对武学的深刻理解和超凡的意志力 成功战胜了BOSS 解开了游戏的最终谜团 结语 李云飞发现 这款虚拟游戏其实是一个超前的实验 旨在探索人类潜能和意识的无限可能性 通过这场奇异的冒险 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武学修为 还深刻理解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这段经历让李云飞更加珍惜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刻 他决心将游戏中学到的智慧和力量运用到现实中 开创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从此 他在九十一世纪的江湖中 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